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近年来曼谷能制作加罗罗雕像的老店渐渐凋零 一间拥有60年以上历史的工作室 正努力靠着老师傅守护这项传统 雕刻师傅坐在约两个成人高的铁架上 全神贯注在神明守护者加罗罗的脸上 仔细雕刻出眉宇 眼睛 脸颊 耳朵的线条 半人半鸟形象的加罗罗是泰国人信仰中的守护神 也是东南亚神话中神明的坐骑 被认为具有强大且永生的力量 不少公司行号或银行都会想挂上加罗罗 以求拥有保护力量 但挂上加罗罗是需要向泰国王室申请 获得许可后就代表公司信用良好 且对社会有所回馈 而制作加罗罗雕像费工费时 年轻人不愿意投入这个产业 致使逐渐凋零 目前曼谷老城区仅存三家老店 加罗罗之家就是其中一间 阿比查表示 制作加罗罗需要经过塑形 上漆等繁琐的全手工程序 完成一尊加罗罗至少需要耗时三个月 而目前工作室大概只有四五位师傅 且年纪都稍长 阿比查表示 客制化加罗罗有着传承历史文化的责任 今年来泰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兴趣 速使老师部门继续保留制作加罗罗记忆的动力 让更多人了解尊重这个百年来保护众人的力量 中央社记者旅新会曼谷报道 镜头转到美国体台 效力于美之洛杉矶到齐队的台湾小将林徽胜 去年从新人联盟升上EA 尽管暂时没有太强颜的表现 但林徽胜不仅拥有超过150公里的诉求 也勤练变化求重 面对打者他懂得用头脑对决 求出局数为优先 他也期待持续累积经验 朝大联盟目标迈进 旅美挑战大联盟 台湾小将林徽胜2019年 加盟美国职棒洛杉矶到齐队 去年从新人联盟升上EA 11场出赛有4场先发 战绩一胜一败 总计36局被敲39支安打 防御率来到5.50 回顾并展望未来 林徽胜平常心 毕竟EA的强度提升 要学习面对的也必须同步拉高层级 不要受伤了我觉得 然后可以往更高的话 就去努力去丢 我觉得现在就是 努力去做给球队 看球队觉得怎么样 那我收获就是 需要去更专注丢的每一颗 然后去想说 你要怎么去丢球 不是就是傻傻的一直丢 尽管林徽胜高中时 就标出152公里速球 小联盟热身赛也展示 多变球路与打者周旋 直球更来到153公里 不过林徽胜透露 自己的目标是延长投球局数 未必要让打者吞K 要用头脑与打者对决 盼更有效率的累积出局数 我会用就是 不同的球路的变化 去扰乱打者的节奏 可能就是 同样的轨迹左右边 就二缝跟卡特这样 然后直球这样 不要想要让打者去回空 就是想要让打者去做攻击 让他打出去 然后交给守备这样子 林徽胜效力的盗棋队 向来和台湾颇有渊源 包括陈金峰 郭洪志 胡金龙 曹景辉等保岛名将 都曾身披蓝牌战袍 战上大联盟 林徽胜是到齐体系 历来第八名台将 正持续在美职累积经验 期待有朝一日 也能在大联盟舞台 投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中央社记者林鸿瀚 亚利桑那报道 印度智库中国分析 及策略中心主任 拉纳德日前发表新书 他的著作 探讨习近平时代下的中国 对于国际现况 拉纳德在接受中央社访问时分析 中国正透过乌克兰危机 从旁观察 评估对台政策的下一步 并强调 台海情势也是中国 审慎观察的事物 印度智库中国分析 及策略中心主任 拉纳德发表新书 探讨中国在习近平 领导下的各种愿貌 这本新书是拉纳德 第四本有关中国的著作 他过去任职于印度中央政府 内阁秘书处 与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 也曾以外交官身份 派驻香港 北京和华府 专精于中国议题 对于当今的国际政局 他认为中国势力逐渐强大 且具有侵略性 拉纳德指出 乌克兰陷入战火 中国正从旁观察 评估对台政策的下一步 新书发表会上 中华民国驻印度代表处 也受邀出席 现场还有许多外交界 及学界贵宾 一同交流中国议题 招设记者林行健 新得理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 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企鹅可说是 相当讨喜的人气动物 但是全世界各类企鹅目前都面临 栖息地缩水 数量减少的深层危机 南非保育鸟类的非引力机构 最近就警告 主要栖息在非洲南部沿岸的黑角企鹅 正因为渔业过度捕捞 导致食物来源不足 再加上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因素 使得现有黑角企鹅数量大幅锐减 再过数十年 很有可能面临灭绝的命运 非洲南部沿岸地区是黑角企鹅的栖息地 黑角企鹅近年数量大幅减少 动物保育组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2020年已经把黑角企鹅列入 兵为物种名单 南非保育鸟类的非引力机构 最近也警告 黑角企鹅再过数十年 很有可能灭绝 我们总有約2%的城市 保育性残略 在1900年期有些称之亡 所以在1900年代有数次的蝶子 有明显量的变化 最新的公司 近年您还在中国 上布上有十千总统的统着 下一个十千统的徒格企鹅 这就是非常少 只是二十年过来 我们有超过十千统统的徒格企鹅 只有一个一小绿代 目前我们现在有十千 separation 整个国内 有距离的变化 研究人员分析黑角企鹅数量减少的原因 除了疾病和天敌掠食等天然因素 人为造成气候变迁环境污染 像是大规模漏游事件 船只密集航行污染海洋 都是企鹅生存面临的挑战 另外鱼业烂捕直接导致企鹅食物来源不足 觅食困难更是一大主因 The birds really struggle to find enough food out in the ocean that has several reasons the one reason is the competition with industrial fishing so the penguins feed mainly on sardine and anchovy so these relatively small shoaling fish and South Africa has a very strong, very big fishery in the fishing industry also going for the same fish there have also been some environmental changes s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ish has changed so basically the birds have to travel further 这座鸟类保育机构 为在南非大城开普敦 富裕黑角企鹅 从孵化到治疗受伤企鹅 运作多年 保育机构鼓励大众 多多参加志工计划 投入更多人力富裕黑角企鹅 同时也呼吁南非政府 对保育企鹅 必须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和对策 装社综合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装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510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